哈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我们继续回来来学习我们的这个物流网智能家居系统的项目 我们上一小节课呢 我们回顾了一下LCD的驱动 那我们知道整个这个项目 我们想加一个眼睛屏去控制它 或者写出一些信息 所以驱动是正常难免的 那么当你了解了驱动以后 我们要尝试的去定制一个自己的界面 让它更好看一点 首先我们来预览这个界面 看看我做成一个什么样子 那其实关于这个界面的一开始 我想呢是做成哪一种的呢 一开始呢想了半天是 做成这个Windows类型的 那么下面呢是一个任务栏 然后呢会点击各个任务栏这个按钮 会出现一个窗口 后来我又想了 我们这个智能家居系统呢 它这个屏幕非常小 而且现在呢这个东西呢 基本是用在手机上面的 所以呢我决定把这个界面呢 做成了类似手机的这个样子 那所以大家看到我这个界面预览的时候 是变成这个样子 但可能我做的不是很好看啊 可能有些人观察 哎呀你这样没有弄图片呢 没有弄其他什么好看的玩意儿呢 那个都是次要的 然后最主要是我们这个界面 定制它一个思路 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主界面里边 是有这么几个图标 类似于手机上面的什么浏览器的 QQ的等等 那么在这个图标呢 我们会看到它有些背景色 里面有个名字 这个名字显示的我们当前呢 是哪个系统来控制些什么东西 然后最下面我们会看到的是有个时间 这个有点像手机一样的 当然手机的时间可能写在上面 那我没有去很好地去规划这个布局啊 因为这个屏幕实在太小了 布局让我有点头疼 所以我先做出这么一个样子来 让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个紫界面 那紫界面我们随便点了一个照明系统 我们看到紫界面呢 首先呢是有一个标题 表明了这个系统是干什么的 然后下面有一行信息 再往下呢是一些控制项目 那我们看到下面这些控制项目 每一行长得都差不多的 如果有人对安卓比较熟悉的话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列表 就是每一行东西都长得一模一样 然后这个数目呢有很多 可能有N和NPO在这摆着 左边呢是它的一个名字 中间呢是它的一个状态 打开还是关闭 右边呢是两个开关的 我们可以开也可以关 最下面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边是有一个home键 那所谓的home和手机的home是一样的 我们点击home呢会返回到主界面 这是我们整个这个眼睛屏 它一个界面的控制过程 OK那么有了这个大级的界面预览以后 我们来仔细的去分析 这个界面是如何做的 我们还是先看这个主界面 是怎么做的 首先呢这个 我把这个东西叫做一个图标 在这个图标呢有些什么因素 首先呢在屏幕上要画这么一个东西 有它的座标 也就是它的范围 然后还有它的背景色 那再往里边走呢里边还有一个字 那么这个字也是有颜色 也是有座标的 这些字呢可以写在任何地方 那我这个字呢是写在这个 整个这个图标的中间位置 然后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些有些什么东西 下面呢 其实说白都一些字 那么对每一个东西呢我会起一个不同的名字 一开始这个我会把它叫做一个 title 标题 标是那个界面 然后下面这行呢 我会把它叫做一个信息 再往下呢是一个子项目 这个子项目我会叫一个it 大级是这么划分的 最后面还有个按钮 这个后面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按钮 在这个item里边还包含一些其他东西 有字也是有按钮的 明显这个开合关的我们把它当当按钮来对待 不是一个普通的汉字的 那么前面这些信息呢 是一些普通的汉字的 它不具有按钮的功能 那这个呢涉及到我们对一个类的封装 首先我们对图标 分装出来有些什么信息啊 来看我这个结构体定义的 当然我们做这么一个复杂的东西 肯定是用结构体去封装出 一个类似于类的东西 如果大家学过C++或者Java的话 应该知道类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它表明了一类东西 比如说我们人就是一个类 或者手机也是一个类 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手机上 有个类叫图标 就是我们看到的组界面这个东西 那这个图标有些什么信息 我们要用这些信息呢 把这个图标完整的描述出来 首先呢是一些坐标 这个图标打在哪个地方 那么对于坐标 我们主要有这么几个 起始坐标 首先有XY 然后有结束坐标 也是XY 所以这里边坐标呢是两对的 四个 然后它本身呢是一个图标 我们知道这个图标呢 是可以被按的 可以按下去 也可以弹回来 所以呢这里边有一个变量 表示它的状态 是不是被按下了 那如果它被按下呢 会有些动作产生的 对于这个状态来说呢 下面有一些动作 按下之后的动作 会跳到某个地方 或者是去执行哪些事情 这里边呢 还有一个 获取状态 那上面这个变量呢 是一个 状态 下面这个呢 是一个函数 我们用一个函数 去获取它的状态 或者在这里边 还可以做些其他的事情 需要看到的这两个呢 是一个函数指针 对吧 所以学到这块呢 大家要对函数指针 多少有一点了解 那本来我是不想用指针的 但是很无奈啊 我要把它封装成一个类的话 它除了有它本身 那些成员变量的 它一些特征 那么它肯定还有一些动作 按下这些动作 获取状态 或者还有其他的动作 所以这里边呢 必须用到 我们这个函数指针 把它指向一个函数 背景色 这个容易理解的 我们这个图标的背景色 是绿色的 text 那这个text呢 它不是一个常规的类型 其他的呢 都是一个常规类型 有8有16的 对我们都认识 我们是俩指针 这也认识 那么这个text是什么 这个也是在GUI界面 编程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到的一个东西 那么在GUI编程的时候 有一种东西叫文本框 什么叫文本框 如果这个地方呢 我再查到这个地方 可以输入一些信息 你可以写出一些信息 这个就叫文本框 所以在这里边 我要分装出 另外一个类 text 那从这个类看来呢 说白了我们这个桌面的图标 它里边的这个东西 图标里边有两个字 它不是两个简单的字 我把它当成一个文本框 这个文本框可以输入N个字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可以 接下来就设计到一个文本框 那文本框的作用就是用来输入汉字 所以它有70地址 70桌标 说错了 是桌标 桌标当然是两对的吧 XY 这里边的桌标又换了另外一个思维 有宽度和高度 那其实如果 比如说这个X 加上它的宽度 是不是得到了一个结束坐标呢 然后Y 加上它的高度 是不是也得到一个结束的Y轴坐标呢 其实跟上边这个桌面图标呢 是差不多的 总之这个坐标呢 是两对吧 只有两对呢 才完整的描述它的位置 然后里边是一个内容 这个内容是U8类型的 那如果你对LCD驱动 比较了解的话 它里边可以写一下汉字的 那这汉字其实最终转成这么一个书组了 所以这个U8呢 是它的内容 当然这个字也是有颜色的 或者这个文本框本身是有颜色的 那么有些文本框是白色的 有些文本框是绿色的等等 它的颜色我不太一样 所以对这个text类呢 最后我会加一个背景色 这是文本框这个类 这个类当然相对于简单一点 接下来还有一种东西叫按钮 那么我们在预览的界面的时候 会发现有些东西呢 它类似于按钮那种东西 比如说这个开合关键 我们可以点击它 点了它以后呢 它就会把台灯打开或者关闭 或者这个home键 我们点击它以后呢 会返回到主界面 所以这种功能呢 是一个按钮 那么对按钮的封装呢 其实和我们的这个 主界面的icon是一样的 我之所以把它 主界面呢叫一个icon 而把另外的东西叫一个按钮 是为了区别它 我们主界面这个东西非常特殊 它明显的就是一个图标 而纸界面里边有些特殊 小功能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它叫按钮 所以这个或者分装呢 和我们这个icon是差不多的 你看这个按钮 肯定是有两顿坐标 描述到它的位置 当按钮里边 肯定会有个字的 那么有些按钮呢 是单纯的背景色 比如说哪种按钮呢 我们找一个普通的按钮 这个没有普通按钮 我就拿这个当普通按钮 它里边可能没有字 那么有些按钮呢 是有字的 甚至有些按钮里边可能放了个图标 是吧 不同的按钮上面贴了不同的东西 那我们这个由于屏幕比较小啊 而且资源呢是非常的少的 所以我在这里边避免去使用图片 因为使用图片不止浪费资源 而且会增加我们的难度 所以在这里边我对按钮里边的东西呢 直接放一个文本 那对文本这个类碍还是我们上面这个定义的 有一些坐标还有具体的内容 那对按钮也是有一些状态 一个press的是否被按下去 按钮 还有背景色 下面呢是两个函数指针 第一个指针呢 一样是它按下的动作 按下以后干什么 第二个指针 那么第二个指针呢 这是一个特殊的按钮 其实它也是一个动作 btmpress也是一个动作 这个我们看到这里边有两个动作 那这个东西类似于什么呢 那如果大家对C加加的 或者Java比较熟悉的话 会知道这个类似于什么东西 存在是吧 对于一个同样的函数呢 会有两个不同的参数 第一种情况呢 它是不带参数 第二种情况 它带参数 或者有第三种情况 它会带N个参数 那由于C呢 是不具有这种类型的 那所以我对这个按下的动作呢 给它多定义了几个 那么有的按钮按下去呢 是不需要传参的 我们会使用这种类型的 那有的按钮按下去 是需要传参的 我们必须使用这种类型的 下面这个get state 获取按钮的状态 那这两个杂数也是一样的 分不同的情况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传参 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传参 所以会产生两个这种指针 这是我们的button类 那在这里边我们分装出了三个最基本的类 利用这三个最基本的类 我们可以做成更加复杂的东西 我们来看下面 有一些更加复杂东西 页面 那我所谓的页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预览 我们的这个纸界面 在纸界面里边其实包含了一些东西 包含什么 这是一个文本框 这又是一个文本框 这些呢都是文本框 那这个地方开和关了 它应该叫按钮 它有些特殊的东西 它可以按 那这个home也是一个按钮 所以对于这个界面来说呢 应该包含两种东西 一种是文本框 另外一种呢是它的一个按钮 那我们看这个页面 它里边有些什么东西 首先文本框 txt 标题是text 信息栏也是text 中间这个我们先不看 我们看下面这个home 这个home键它是8档内的 那么中间有出来一个item 我们来仔细再悄悄预览 来看这个item 我们发现呢 上面这个除了标题和信息栏呢 再往后呢 所有的东西可能长得差不多是吧 它除了内容不一样的 它的格式是一样的 我们会发现 那所以我们把这一行东西 我们叫做一个item 这是我们整个这个GUI 编程的时候一些思想的 我们要把类似的东西 统一归类 分装成一个节奏体 那很明显的 这个每一行呢 它长得差不多是吧 所以我们要把每一行东西 都归成一个类 叫一个item 那接下来我们看item里边有什么 那其实现在你不用看科学 应该想到item里边有什么 首先有这么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是单纯的text就OK了 它不需要被点击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它也是一个单纯的text 那这个地方呢是button 这是两个button 那我们看item里面是否这样的 OK大家看到有两个text 那第一个text我们起名字叫device 就是它的设备名字 台灯 或者是卧室的灯 其他的灯 第二个text我们叫设备信息 那么灯后面会跟 跟一下它的信息 已经被打开了 或者已经被关闭了 再往后面两个按钮是控制的 我们点这个按钮关闭 点另外一个按钮会打开 所以我们按这个button 这样呢我们又分装出了一个形容的item 让我一下看啊 有一个菜单的操作 我们把所有的类都分装出来以后 是渔锅进行操作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还得预览一下 这个预览可能不太好玩了 要不然给大家打开摄像头吧 看一下 这是我定制的一个界面 那现在我们会看到 它是绘制出了一个界面 那绘制界面是怎么绘制的 肯定是用LCD的驱动画一些东西 我们画东西的时候 要根据每一个类 比如说这画了一个图 icon 我们画这个icon的时候 你要知道它的坐标 知道坐标还有背景色 然后呢还有它里边的内容 它的里边呢是一个文本框 然后绘文本框 就又要知道它的坐标 它的颜色 还有它的内容 我们把它画好了以后 我们看到它等待这个界面 是吧 不动了 然后我点击一个按钮 我点了以后它会跳转 说明它在等待一些东西 所以第一步呢 肯定是在主屏幕啊 要显示一些 icon 然后接下来 我会不停的扫描每个icon的状态 我们知道icon的状态呢 是由我们有一个成员变量 叫eepress 它是不是被按下了 扫描它的状态 那如果它被点击了以后 我们会执行那个price 就是这么一个price函数 我们看icon的视频 就是price函数 如果点击了以后 会执行这个函数 然后呢 接着是在那个函数楼 我们肯定会跳到另外一个界面 跳到紫界面 然后呢 把紫界面再画出来 画完以后 要扫描紫界面各个按钮的状态 那我们现在从这儿 跳到了一个紫界面照明 那这个时候 我们肯定要扫描这个两个开关 这两个按钮的状态 那如果你点击了这个关的话 灯就关闭 这击开 灯就打开 所以呢 接下来还是继续 小瞄它的状态 得到了某一个按钮的状态呢 会执行另外一个操作 它还是有一个函数 类似于 这个icon的一个price一样 它也有一个price函数 那我们就这个例子来看 我们看这个照明 这个price要不要传参 这个price 很可能需要传参数 那比如说我们打这个 点开 打开这个按钮是吧 那这有四个打开 所以呢 当你点击这个打开按钮的时候 到底点了哪一个 很可能需要传参的 如果你按下来这个home键 当然要返回主餐单 这是我们整个一个 界面 它的工作流程 怎么工作的 OK 那么大家呢 先要熟悉一下 我们整个这个界面 都已经什么东西 从预览里边 归类一些东西来 这个叫icon 图标 然后图标里边 有一些东西 这个叫文本框 在文本框 在其他地方 也会有使用 还有另外一个类叫 button 这个button 也是可以被点击的 然后我们整个这个 紫尖门的我们一行 我们叫一个item OK 这是我们整个一个 编程的思想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代码 代码里面是怎么写的 那对于所有的菜单呢 我会归类到这个menu 这一块 我们先来看menu.h 对于所有的结构体 这些定义 我们要写在.h里边 type device struct 首先有一个text 这是一个文本框 除了两对坐标 那就是它的具体内容 还有背景色 然后呢是button 我们button会增加一个状态 它可以被点击 对应的还有一些点击的函数 还有它的状态一个获取 item 那么item我们知道是 里边主要是两种东西 一种是text 一种是button 那对这个item 我们会放两个text 第一个是设备 名字 第二个呢是设备信息 然后这两个button呢是开关 可以打开也可以关闭 下面还有一个content content呢是我们一个整个的指界面啊 我们会把这个指界面叫做一个content 因为我们知道 假如我们给home返回了以后说 它有好几个icon说 不管我们点击任何一个icon 都会挑到另外的对应的指界面 那所以我把这个指界面呢 推入一个类叫content 就是一些详细的内容 当然你可以起自己的名字的 那在这个指界面里面 我们对照的这个屏幕 可以看到的是有一个 其实有标题text 然后会有信息栏 接下来是item 我们有好几个item的 在这里边还是有四个item 然后还有八层 这是一个back按钮 返回按钮 当我们点击返回的时候 会返回主界面 最后一个是我们最复杂的这个icon 在主界面里面有一个图标 还是两株坐标 然后它的一些状态 还是函数 这是我们对这个 类型的做一个分装 都做成一个结构体 下面呢就是我们一些 变量的定义 这里边有多少个图标 你会想到你这个系统里边 有几个图标 在主界面上我这边有六个图标 然后有界面 还有每个界面会有纸item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 不管哪个界面都有个纸item 空调是有两个item 那么烟雾传感其实有四个item 对所有的纸界面我们都要定义 接下来这些别料 大家自己可以自己看一下代码 那这些所有的东西呢 基本都是一些固定好的东西 对于每个纸界面会有标题 标题等于什么 比如说对空调这个纸界面 它的标题就是空调 然后它的信息栏就是这样的 然后它的每一个item 又有一些确定的东西 第一个叫温度 第二个叫湿度 然后还有些开关 所有既定的东西呢 我们都要把它实习要给定义好了 那么每个东西是不确定的 温度这个数 这个数是不确定的 因为这个数是需要传感器来传过来的 所以对于这个数呢 我们没有做任何定义 要根据实际来改动它 这是投入价 那么我们来看其中的某一个 我们就不能看守的 我们看照明系统 首先对照明系统做一个初始化 我们看这个初始化 首先是它的item初始化 icon 我们打开这个系统以后工作的时候 首先看到是一个icon 所以我们第一步做icon的初始化 那么icon初始化就是一些坐标 自己算一下坐标 因为我是把它这个屏幕三等分了 所以这些坐标呢 都有固定的算法 还有它的背景色 你是可以看到的 轻而易举绿色 然后它的里边的内容是什么 照明 还有这里边有一个函数指针 我们要给这个指针的复值是吧 如何获取我们这个icon的状态 还有我们这个icon如果被按下了以后是 执行什么动作 这里边复制的时候 这两个函数指针 一定要把它复制的 要不然就不会有动作 上面这些呢 这都是死的 你要经过详细的计算 初始化完了以后我们再看 是一个绘制的过程 不要以为我这个处置画完了 好不容易算对了就OK了 上面呢只是一些对变量的复值 最终呢我们要用LCD的驱动 要把它画上去 那首先有一个背景色的填充 然后有字符串的 字符串呢就是它里边的文本内容 画好了以后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函数state 这个state呢是获取它的状态 我们知道这个整个这个界面 填在这儿的时候 我们要扫描是吧 它到底有没有被按下去 那这个扫描的时候 是用到触摸屏 它不是LCD是触摸 就能感觉到你手指的按下这个动作 所以这里边需要用到触摸屏的驱动 在触摸屏扫描的时候 我们知道 假如你要判断是按的一个按钮 是不是它有它的范围 我们之前对这个icon 做定义的时候 是有70桌标的对吧 所以对这个触摸区域呢 一定要满足在这个区域之内 才有效 所以在这个状态扫描的时候 第一步 就是做一个区域的判断 只有你满足了这个巨型区域之内 才会产生 我们的按下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看到这儿 如果 达到这个区域之内 我们可以产生一些事情 比如说这个按钮按下以后 是不是会 做一个颜色的变化 是吧 我按下某个按钮以后呢 它的颜色会发生变化 大家看 然后 当颜色发生变化的时候 不要忘记 还是要绘图 所以 在这个LCD操作的时候 不管每一步 一旦你计算完了以后 一定要记住 重新绘制 一定要重新绘制这个区域 然后我们等待它松开 松开以后会跳到了另外一个界面 是吧 这个是等待松开的 这触控屏的驱动 接下来我们还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这个状态我们要设置 已经被按过了 是吧 因为这个状态呢 待会你要用 所以要把这个状态打一个标记 已经被按过了 然后我们跳到这个指界面 这就是它的 price这个动作 我们看这个price动作 是不是跳到指界面 我们看这个price 是不是对指界面做了一个 触手画呢 标题是吧 我们跳到了哪个地方呢 现在是照明 所以它的标题是照明系统 它的信息栏 是照明系统正常工作 然后我们 除了触手画完以后呢 一定要记得绘图是吧 还必须要绘制 把它的标题信息栏 然后item都绘好了 当然这个item呢 一定要事先初始画 这个item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它的左边这个 收费名字都是确定的 然后右边这个按钮 也是确定的 是吧 中间这个状态呢 是其实会变化的 所以肯定对item 有个初始画 然后把这些东西画出来以后 我们最后还有个home按钮 这是画了一个home按钮 混质完了以后 我们停在了当前这个页面 在等待是吧 等待的时候 首先有home按钮 是需要监听的 如果你点这个按钮会返回 然后其他按钮也需要监听 是吧 一个开一个关 那点开呢 就会把灯泡打开 点关了之后 把灯泡关闭 同样呢 在这个按钮扫描之后 肯定是有一个区域的判断啊 我们看这 首先呢 这是使用完了 不停的扫描 这几个按钮 那么这个放行画 四个 对你呢 是谁呢 这四个条目 是吧 第一个条目 第二个条目 第三个条目 第四个条目 我们看在每一个 循环里边呢 是不是有两个button呢 都被监听到了 是吧 然后出了这个放行画呢 一开始我们还有一个back的监听 是吧 get state 这里边 有几个呢 应该是九个是吧 九个按钮都要监听 放行画里边有八个 外面的一个是九个按钮 这是一个item的 这个不必要多说 这个自己去计算一下 它出纸画都有那些是签定的 绘图 这个是根据出纸画来绘出来 是吧 然后这个state 这是个按钮的扫描 那么对于纸界面 这个按钮的扫描 道理是一样的 用触摸屏驱动 然后你要判断它的位置 是不是这个区域之内 如果是在这个区域之内呢 我们要等待它松开 松开以后 我们会设置状态 然后我们会更改这个 信息栏是吧 点打开以后 这应该是已经打开 点关闭以后 这是已经关闭 当然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动作 除了我们基本的一些 憋量的设备 还有最重要的动作是 打开你的灯泡 那最后呢 我们会跳到 一个BTUMPRESS 这个PRESS 是要传餐的 是吧 所以对这个 Button按钮 我们对它的 类的分装的时候 有两种PRESS 第一种是不传参数 第二种传参数 很明显这个HOME按钮 是不用传参的 是吧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 item里边的按钮 是需要传参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 首先传的item标号 标号呢 意味着这是第几个 这是0 下面这是1 下面这是2 这是3 然后下一个 这是它的状态 我们到底点的是哪个 开还是关 把它传进来 传进来以后 我们看这个函数 是不是打开一个灯泡呢 是吧 打开后关闭 这个灯泡的状态 取决于这个 后面传的state 是吧 然后是哪个灯泡呢 取决于我们这个item 在挤 这是这个照明系统 它整个的工作过程 还有它的类的封装 然后最后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是不是能叫工作 我点打开 大家看打开了一个灯泡 在这关闭 大家看关闭的一个灯泡 而且这里边会有信息的改变 OK 这就是我们通过一个 照明的系统 来做整个这个界面的规划 当然其他的界面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反过来再看这个 样例的话 我们看到 所有的界面基本都差不多 空调 它有紫界面 它的紫界面 有标题 有信息栏 有item 还有home 那唯一不一样的地方 是它item的个数不一样 还有item里边的内容 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对于这个界面呢 只要你写出了一个icon 只要你做出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第三个都可以做出来 它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我写代码是不是 也是复制粘贴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它的坐标 还有里边的内容 OK 这就是我简单的做了一个GUI的界面 当然如果我们有些同学呢 可能对界面呢 比较熟悉 你可以做更加漂亮的界面 那么在这个icon的封装之后 可能我不需要文本框啊 我可能会自己做一个图片是吧 我把这个文本框替换掉 替换成一个图片 做成完全类似于手机一样的 这个也是非常漂亮的 或者我们在其他的纸界面里边 我会给自己里边加一个下滑线 比如说我们的电话本的时候 加有一条线 被勾出来 或者这个按钮会长得更加好看 这个完全看你自己 怎么去绘制 它的基本思想都是一样的 要分装出一个结构体 在这个结构体里边描述了整个我们 你看到的这个东西 它的所有的信息啊 那么界面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下去自己练习一下 我们下期待许词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